把它讲完 如果101年OK的话 那102年应该OK 因为这边的范围 我们已经定义名称叫开奖102 这边叫开奖101 所以我要统计的话 基本上程式不太需要改 你只要怎么样 把前面的这一个公式 直接全部把它复制起来 取消 既然取消 再贴到102年的 第一个储存格 那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101改102 101改102 那答案就出来了 OK101改102打勾 向下填满就好了 但是有一件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可能原来的格式 它预设不是万分之多少 那这边是万分之多少 所以你可能要不就是重做一遍 刚刚还记得吧 储存个按右键储存格式 那我们先找到分数 找那个百分之多少 制定一下 把它输入 万分之多少 按确定就可以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我比较习惯 就是这边有一个刷子 有没有 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格式 复制起来 这个叫复制格式 那你可以复制一下 点一下 再把它 因为你点一下 它又把它格式记下来 你就再点一下102年的几率 这样就OK 就是把它的格式带过来而已 两个方法都OK 不过我感觉应该复制格式会快一点点 所以我就用复制格式 点两下 全部都OK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几率全部都算完了 那以往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 我想你大概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才能给你 假设今天是一个 一件事情是老板交付给你的 或你只有在职场上面 那当然效率就差10万8千里了 OK 我们主要是用了两个函数 一个叫康书 一个叫康书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定义个名称 这个定义名称也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资料是在另外工作表 那工作表是很大一个范围 你每次都要选 而且容易选错 另外公式看起来也比较清爽 用那个名称 相对的你放在感觉就很清爽 还有就是说 这个名称也是有意义的名称 你也比较看得懂 然后大概会有这些优点 所以理论上蛮建议各位 未来范围的话一律用那个 名称定义号 合计的话很简单 就等于什么 你就先输入一个等号 等于什么 等于101年的几率 加 所以按一个加号 加102年的几率 就这两年的几率帮我加在一起 应该可以理解吧 然后打个勾向下填满 那他过来一样就万分之 也就是245 加上206 加完之后他帮你把它带过来 这样就有那个两个 排名的话到底谁多谁少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他会比较嘛 万分之 多少 所以第一名这么多范围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哪个是第一名 哪个是最后一名 以前的做法当然有几个吧 你可以用排序 比如说你可以 资料里面有个排序 那排序的话呢 当然高的到低的 那你可以把游标放在合计 按一个Z到A Z到A之后 他这个时候 不就会帮你把那个 最高的 34号 有没有 一直累推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最高的这 这7个名次就出来了 所以最高的606 604 一持累推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输入1 然后一持累推 2往下的话 你就可以 往下按按键键 把他向下填满 他就1到42号 就帮你全部都做完了 这个是用什么 用排序 OK 那我刚刚这个排序主要是 大的到小的都是1到A 游标记得放这边 按什么呢 资料里面的排序 再输入你的顺序 OK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不过这个方法我比较 不那么推荐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的号码又乱掉了 那变成你排完序 然后你可能最后还要再把 这个排序 恢复成按照号码去排序 那有的时候当然正常 状况是OK 可是有的时候你重新排序 会让资料可能混断掉 那有风险 所以这个方法你只能就是说 知道有这个方法 但是不推荐 最后再把这个什么号码 游标放号码 变成 小的到大 就是A到Z 有没有 低到高按下去 他就帮你重新排序 不过他没有动 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风险 他排不出来 不然就可能 控制度向右向下 所以不推荐用这个方法 不然你要重新排序 把这个地方 再把它 如果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用另外函数 叫Rank函数 我把它复原 控制度加Z 好 如果要正确排出来的话 你可以插入函数 利用那个统计里面 插入函数一样是统计 他的开头 他的名称叫Rank R开头的 R-A-N-K 点E-Q 这个 那这个函数主要就是说 他会给你三个讯息 他要你什么 第一个就是 你的 合计 就是你这个 号码 他的那个 几率是多少 R-E-F 这边特别说 是一定是一个 一个参照的范围 这个范围指的就是说 你的 这个几率在全部里面排第几个 他会帮你算出来 全部的R-E-F 这是只是 reference 参考的范围 参考的范围就是指的是从这边 一直到下面 所以函数去个向下 其实指的就是 D-2到 D-43 意思就是说 这个D-2的 几率在这个范围里面排第几个 排二十六个 他会出现 那第三个Alt意思就是说 你的排序顺序应该是由高到低 还是由低到高 零获省略 代表地减 意思就是说高的会在上面 低的会在下面 当然其他指的是1 1的话刚好颠倒 如果你把它输入1的话 你会发现他变16 16意思是说他排 从小到大一直颠倒 就是倒数的16 如果你不要输入或输入0的话 那就排第26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空下好了 那待会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 再把它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 记得 他这个参考的范围不能动 因为他一定是这个范围 那能动的就是这个里面的值 所以这个前面不要锁 后面这个范围记得怎么样 把它按F4 或者你直接在2 跟4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号 2 跟43 前面加上前的符号 好了 按打勾 向下填满 这样子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 101年的中产几率 102年加在一起 排序一下 好了 画面先画面